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夜读 我是海默 不知道是不是日子过得太平淡了 我的表达语好像比以前少了很多 想说的话便少了 大多数时间都在放空 那个时候的我们明知道第二天要早起 却谁都不愿意挂断咱们之间的电话 我一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跟我说 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到点做节目了 你必须要做好准备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这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开心的时候 或难受的时候 那我必须去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于海默来说 调节自己情绪的最好方式 就是第二天去隔壁的面店 吃一碗云吞面 因为这碗云吞面里 常在的是广市的人情味 其实我觉得老板是一个典型的老广 特别喜欢跟这些街坊邻居聊天 家常里短的 其实我们广州很多美食 其实都是做了身边邻居的神 他并不求自己赚多少的钱 身边的街坊邻居 年纪大的 能有饭吃 能有个面食 能饱肚子 所以这个不用理 他说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开始开了 这是一个匠心工程 你必须要自己一点一点去跟 像每天晚上要去熬汤 熬汤皮 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吃到那个鲜味 然后还有你这个猪身面 你要用自己去压去擀 那这个是一个重复的做 那其实很多人对于重复的工作 是有一种麻木的 你很难去坚持下来 好 我搞定了 云吞它里面是土猪肉 还有蟹籽 还有虾 所有东西交融在一起才组合成了一个云吞面 这份量不是特别多 它正好能吃饱 而且是有弹性的比较舒服的 你会想到一个画面就是 它不是慢慢地撕开 是咬一下 叮开了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口感 用一句粤语来说的话 我就看到一个形容叫做 很多时候有人行为的店 吃上一碗面 就整个心里面也会暖起来 你不会去考虑太多东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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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这个汤 就是这个虾的味道特别重 比平时在别的店吃的面汤会不一样 因为我经常喝面汤 来哭着我这个金贵的嗓子 在很久之前 我的声带受过一次很重的损伤 当时听到就说 面汤会护嗓 然后我一天就为阿姨要一碗面汤 然后就慢慢慢慢 它就恢复了 一碗云吞面下肚 苏苏开始了她一天的排练生活 音乐剧演员必须具备的就是 声乐 舞蹈 表演能力 就跟做云吞面一样 先把云吞做好 再把面做好 再混合在一起 就跟我的作品一样 先把唱做好 再把跳做好 再把表演做好 再放在一起慢慢去磨合 慢慢去熬它 去煮它 看到一些前辈人家就经验呀 还有能力呀 会比自己还没毕业出来 都比自己强 还是感觉自己还是唱很远 还是要沉下心来学习 因为一开始是音乐专业的 然后会在表演跟台词上 就会有所欠缺 所以我就自己去努力去做 虽然你肯定不能说完美 可以吗 特别难 我老师做不好 感觉对不起大家 突然就告诉你 你面试近了 突然又告诉你 你马上要演出了 你可以say no 但是你放弃了你就没有了 特别大压力 不对 伴奏错了 前面再来一遍 其实还是很想继续演戏 就是很想活跃在舞台上 我想要这个演出的机会 想要见观众 为了完成这次表演 苏苏每晚都会来到习惯的这条旧巷里 吃一碗原吞面 阿叔 你好 你也要饭 你也要饭 我带我们去西湾 西湾 西湾得了 一边吃面 一边模仿时刻的动作 成为她自我训练的日常 带着人物情绪去吃一碗面 仍是苏苏表演时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无食物的话 它训练特别多的东西 你想象力 创造力 还有你的细节感 吃一碗面的时候 自己是先拿筷子还是先拿勺子 是先喝汤还是先搅面 你要不要吹一口气去亮亮它 这个就是特别细节的东西 好 好 Zither Harp 它可以了 OK 苏苏顺利地完成了她的表演 只有用心地去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 生活才会抱质一鸽 吉祥毕业的苏苏 希望她未来的每一步 都踏实走过 现在自己一段去 面试一些剧组 也有不错的机会 我觉得我去外面工作 但是回来这边生活 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 早上海沫带着远方来的朋友 来品尝广州的早茶 就是星期间的柠檬 再在这边摇入那边 排鱼 继续 成熟 、 刷上那个粉浆 然后就挤一点点肉 用一个就中这勺子把它摊开 每家都不一样 都是自己的做法 你会觉得有点甜 咸甜咸甜的 随时随地随身听 好歌不断音乐相伴 我是海默 不同职业的人 在独处的时候 会选择听什么样的歌曲 我们也知道 在广东地区的夏天 总是会有雷雨台风天气 我不确定我的声音 有没有治愈感 我只是我希望 我说的一些内容 能够治愈某一部分的人 我不敢奢望说 每个人都去满意 或者大部分人满意 但是是我一个努力的方向 你以为早已经放下了所有 却又在无数个长夜 被思念击倒 言人中深情雌性的嗓音 缓缓带出了那些破碎的过去 碎片会成了囚禁你的监牢 步步紧逼 你逃不掉 借不掉的才叫嗜好 在今天节目最后 将这一首来自于 言人中的嗜好送给各位 我是海默 我是晓晓 对于无才记的老板来说 他独处时最喜欢的声音 却是压杆压面时 发出的吱吱声 这是他纪念父亲的一种方式 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留下来的 也是做文革面的 想办法用电动带动那个猪心 去压那个面 所以就发明了电动猪心面积 我觉得这样摆出来 要我们新一代下一代 知道我们广东 广州的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用什么做出来的 因为有这些东西在 因为有人情事故在 我们的街坊邻居的情感在 我们不至于跨得太大 我们不会一步走远了 我们再也不回来这个地方 广州 一个极具人情味的城市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钢筋水泥背后的烟火器 让我们触摸到生活本身的样子 每个人都在用心地生活 这个大热天 练完拳以后 上次去吃完冷面 多舒服呀 先来一碗冷面汤 冷面是朝鲜族的一种 代表性的饮食嘛 朝鲜族又爽快 喜怒哀乐 很分明的感觉 冷面和魔术对我来讲 最大的一个特点 看魔术的人 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爽 对于我来讲 吃冷面是一个非常爽的事情 盘梭里就是 好选择曲艺形式 我用我自己的技巧来改变一下 特别好玩 挺过瘾的